这是一辆小轿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画面 在江苏启阳高速海安段 这辆小轿车正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上正常行驶 突然从其右后方窜出一辆绿色小轿车 直接撞上了中间的隔离护栏 后方车辆紧急刹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而绿色小轿车上的人员则被直接甩出车外 倒在路面上 从这个事故现场的情况 主要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驾驶人员没有扎这个安全带 突然失控 转机中间护栏以后 造成车内驾驶人员被甩出车外 据了解 事发时 这辆绿色小轿车上一共有三人 身体都不同程度的受伤 小轿车也被撞得面目全非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交警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 目前从绿色小轿车内摔出的乘客受伤最为严重 我们也提醒您 开车上路务必系好安全带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